因為我們還是沒有說為什麼這個東西要更潔面積有什麼關係 好那我們看一下課本上的9.11 這個例子是什麼這個例子假設我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就是Dust Particle 它的這個radius如果是R 那這些Dust Particle是Gins 然後我有一堆Particle 這個就是R1 這個就像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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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它是SKETER 好 我們用這個Lafframe 那它看 這個就像R1 這個就像R1 我們現在假設就是說 這個interaction只有contact 只有interaction 那這兩個particle 它都不會被壓縮 所以它基本上只有在 它的這個交互作用 只有在碰到的時候才會發生 好 所以 一樣的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impact factor 跟θ是一樣的關係 那 照我剛才這樣講的話 我們現在先來想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b 如果我的b 假設我現在第一個情形是我的 假設就是這樣 我現在如果有一個particle 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對 所以這個particle會不會撞到 這個 particle 對 它不會碰到這個particle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兩個particle要開始碰撞的話 最少最少這個 這個 他們兩個最接近的 不是應該就是說 他們兩個 可以開始碰撞的是 當你的b 這兩個東西是切起的 對 所以這個是b max x 對不對 所以 我的b是怎麼定義 我的b是定義到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磁點這個磁型 所以 我要讓這兩個particle 如果 他們可以碰撞的話 我的impact parameter b 一定要小於這個bmax 這個bmax 這個bmax 等於什麼bmax bmax是 r1 加r2 好 那 那對一個general的這個 這個 會碰撞的這個general case 就好了 這是r2 好 那general case的話 可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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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個b 然後 經過這個時候 會scatte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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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叫做alpha 這是我的scattering angle the side 這邊會是β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 這一條長度 這條長度是R1加R2 對不對 所以我的impact chronometer 在這個case的時候 B 要等於 R1加R2 乘上 cos alpha 好 那我的alpha跟 我的scattering angle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簡單的集合 我們看到 2倍beta加上psi 要等於pi 然後 2分子pi 減去 alpha 加beta加psi 要等於pi ok 所以我可以得到 alpha 要等於the side 所以這個 這邊等於R1 還有R2 cos 好 4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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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只有跟這個R1加R2這個Number有關 好 那這個Main Sense 因為 我唯一可以Contact 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個R1跟R1 就是只有在碰到的時候才有Interaction 對 然後Interaction就是 就是彈開了 所以你預期不會跟這個Scheduring的Angle有關 因為它基本上是碰到的時候 好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就是說 我可以定義一個東西叫做Total Cross-Section 好 那定義上來講的話Total Cross-Section 基本上就是把Sigma 對所有的Scheduring都積分起來 對所有的Angle都積分起來 那在這個Case的話 這個Scheduring等於2pi 所以這什麼 這是等於這個D起來 這個D起來是4pi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最後變成pi R1加R2的平方 好 那這個什麼咧 這個叫Total Cross-Section 那piR1加R2的平方 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 我現在假設這邊有個圓 它半徑是R1加R2 對不對 的面積 比如說如果我現在是一個PARTICLE R1這個PARTICLE 我會跟這個Dust ParticLE 我會跟這個Dust ParticLE 有Schedule的機率 對不對 或者說的可能性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 我要 我要在這個 我這個界面 我在這個界面 R1加R2的時候 我看到了 好像Effective Scattering 就是 我好像打過去 有這樣的 這麼大的這個界面 超過這個界面 我就Schedule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Cross-Section 就是我的PARTICLE Effectively看到 那個Schedule Center 對應了這個界面 如果我單純只是過去 走過去的話 對 我單純只是走過去的時候 對 我的PARTICLE 我單純走過去 我好像有這麼大的這個 這個東西在擋我的路 對 我這麼大的東西在擋我的路 所以 這個 基本上是一個面積 對不對 這是這個 這個area 這個圓的面 對不對 比如說我一個PARTICLE 我看到 那邊有個東西 我要撞上去 我 有效看到這個 這個面積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圓的這個面積 OK 為什麼這個叫做界面積 因為第一個單位是對的 第二個 從這個很簡單的去看 它基本上是 我看到一個界面 我知道我 我如果要討過的話 我要怎麼討 對 那我實際上 我 我 只有這麼多東西 過來 實際上會碰中了 只有這個界面 OK 好 最後問題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對不對 我假設我有個靜止的BARTICLE 然後就SCATER OK 所以可以解釋就是說 那個 這個CROSS SECTION的概念 怎麼來的 好 好 那 呃 這個問題 我讓同學想一下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個 物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這個說明 就是 我如果把這個 這個東西帶進去 對 U of R 一般的U of R 我們通常沒辦法直接做這個提粉 就通常 如果U of R 是這個 這個 反平方的這些力的話 對 比如說酷仁交互作用或是 重力 不 我們就 酷仁交互作用就好 如果這個是 這樣的TEST的話 我其實可以直接積分 就是 是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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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 到這個地方 這個 對 好 那重要的是 這個公司 這個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在這個情形的話是 好 那這是水的 那這是水的 拉塞浦散策 這個公司 好 那 那 為什麼重要呢 那大家記得 拉塞浦散策 做了什麼事情 我猜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實驗 大家還記得喔 藥物沒有講 好 對不起你 還沒修了 藥物沒有講 高中應該有講喔 蛤 有啊 是太原子了吧 對 好 他就拿Alpha particle 去打金箔 對 那那時候 也許我們直接看了 Animation 那時候有兩 就是那時候 發現了電子 可是大家不知道電子 到底在這個原子 到底是 怎麼分佈在物質裡面 對 或是原子是長什麼樣子 那有兩塊說法 一個就是 有一塊說法 就是像固定模型 那有兩塊說法 一個就是 有一塊說法就是像固定模型 在那兒 一塊說法 那裡 是 那其是 還可以 他就是 你 是 你 所以他就是打了這個 他去打這個這個金箔 那當初有這個plum pudding 就是說 負電荷是均勻分佈在這個 原子裡面 所以 所以scattering基本上很sparse 好 那 可是實際上做實驗做出來是 這個樣子 最重要的是他發現有很多這些大角度的scattering 對不對 這邊看得到 就是說這個大角度的scattering 就是θ大約接近2分子排 對不對是可能的 所以如果是他是plum pudding的話 這種大角度的scattering基本上是 機率很低的 所以conclusion基本上就是說這個正電荷基本上是concentrate在一個 很小的這個 scale裡面 在原子很小的scale裡面 而且 實際上在 金箔裡面做我們剛剛算都是一個scattering center 對不對 那 他們基本上可以去做類似這樣 實驗 因為這邊還include有multiple scattering 就是說你可以scatter一次 這樣再scatter回來 那我這邊完全沒有考慮 好, turns out 就是說 他們這個 這個實驗結果 我的講義上沒有數 就是這個 Geiger跟Marston 兩個學生跟助理去做實驗 然後發現 你還是有可能有大角度的這個散色 回來 所以 這個實驗很重要就是說 他conclude就是在 在核子 有一個原子核 對,然後那個尺度是 10的負 3次方 這個粘合的scale 對,負13次方 這樣的Nuclear scale 所以原子的實驗大概是 10的負10次方 這個 米的這個scale 所以 他的charge concentrate在一個很小的 這個區域裡面 OK 好 所以這個是在 在 就是原子的這個理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公式 對,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實驗 然後是一個 一個發展 那 很surprising 就是說 你基本上用庫倫 加護作用的這個 是代音訊 你就會得到拉帥3的實驗 OK 好 那 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看 我們這門課叫什麼 我們這門課叫力學嘛對不對 也是古典力學 我們有辦法解釋這樣 這個尺度的問題嗎 我們後見之明 我們有辦法解釋這樣尺度的問題嗎 12負13次方 這樣尺度 你要用量子力學 差不多解釋這個 尺度嗎 對不對 可是這個 公式 不是用古典的這個 力學這個 這個 散射的這個公式就算出來了 所以我用古典的公式 去證明了一個 量子力學 量子尺度的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的指對 的指對 如果我提上的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好 那 somehow 我們很幸運的 這個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幸運的地方 如果 古典的這個 Rocopher 這個 這個 用古典的方法算出來這個 這個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跟用量子算出來的 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東西你用量子的方法算出來 至少 最最低階的這個 approximation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是人類很幸運的地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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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不知道還要花多少時間才知道 這個 有這樣 這個有這樣一個 這個 一個 原子盒的存在 對 只是會有 很多puzzle 對 你沒有要用這個解釋 沒有要用古典化解釋 可是 你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它 所以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 這個 巧合 你可以說是巧合 而且是one over這個引力 好 那 這個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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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 我 OK 好 那有一些BlueSand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比如說我們剛剛討論的都是在CentralMassTrain裡面 那你基本上可以把Transfer回這個 Transfer回這個 Lab Frame 可是基本上是單純只是一些集合這個運算 基本上 好 Before I forget 可以去算一下這個 可以去算一下這個東西 可以去算這個Total Cross-Section 可以去算這個Total Cross-Section 等於多少 好 你可以試看看 然後想要看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答案合不合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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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向著嗎 對對對 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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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們之前的這個討論 我知道 我的 這個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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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除以m2 x 所以你把這個 x解除 用x解除比如sin sin that's right 對 最後就得到了 最後就得到了 很massy的東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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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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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